第三个 佛说的 二十五圆筒 十五幽了 前无差别 这是韩式前吧 后无差别 前后 前后差别 十五幽裂前后差别 就是 二十五圆筒 实际上每个圆筒 都是佛的法门 主要是根据 众生的根基 来决定 众生喜欢哪个 哪个就能成就 众生不喜欢哪个 他不练 他不绣 他能成就 实无忧了 都是根据我们自己 来的 素质来决定 不是佛的法门 有优 是我们的数字 有大小 这么来决定 佛在这里 二十五圆筒法门里 在每个圆筒法门 佛都会讲这种话 在这个法门 佛就称在这个法门书上 在那个法门 佛就称在那个法门书上 最后都都称赞了 后来佛就讲了 实无忧了 就这么意思 先说实无忧了 后去称赞 佛境往往都是把重要的歌前面说 后面的详细的数法门 这就是佛境的特点 你看看这个楞严谨 第一步呢 是不是刚开始就讲心 反复的论证心 最后呢 反而呢 就讲了 就不讲心 而讲很多的这个 四中清明明慧啊 还有包括后面呢 就是无忧一谋 越讲呢 他越 不是望甚的讲 而是望具体的讲 望具体的讲 这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佛说二十五元筒 实无忧了 已经把整个的 就像总天长 已经把这个 二十五元筒 已经告诉你了 实无忧了 而且 不要你吸分别心 佛就说 每个法门 在哪个法门都说 容易成就 那个容易成就 这个容易成就 你佛称赞 元筒法门的时候 耳根的时候 说耳根是最容易成就 最殊胜的 说持戒 你是最清净的 持念佛是最容易的 不过最后人 到底哪个法门好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都好 都好 所以说就是这么个道理 因为这个问题吧 在这个法门上 有很多的争执 很多争执 而确实产生了 这个很多的误解 以前 曾经有一句话 我上回已经给大伙讲过 有人说 亿万修行 亿万去 说那说那话 唯有念佛 念佛得度生死 还有那句话 是别的经历讲 所以说 亿万修行 汉 汉一人得到 唯有念佛法门 得度生死 还有这句话 后来我再别人 跟他们讲了这句话 这句话 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亿万修行 汉一人得到 亿万修行 指什么 指外道说 外道说 因为 修佛的少 外道多 所以说 亿万人修行 就是很多很多人 都在修行 因为佛在世 有96种外道 才有一种 才是佛道 所以说 亿和96比 那就是 少了 所以佛说 亿万修行 汉一人得到 唯有 念佛 得度生死 这里的念佛 就不光是 称佛名号 念法 念圣 都是要念佛 所以说 只要修行佛法 都能得到 应该这么解释 但是 有的人就是 因为 他老想 显得自己的 这个法门 最殊胜 最好 所以说 他就回避了 这个外道的问题 所以说 就 给 错解 错解以后 就会 导致一个 诽谤 佛法 的问题 诽谤 佛法 自占 自协 自占 自占 毁塔 的这种 这种 这种 不正确的 一种 想法和 直见 这都是不正确的 这里呢 二十五元通 也是这样 我们在看 楞严静的时候 一定要 法法 平等地 承赞 所以佛都讲了 实无忧乐 这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 一定要践心 这点 至于佛说的 哪个容易成就 哪个不容易成就 但成就还不好 念佛法门 成就还不好 那秀禅 能成就不好 那言通 最新得道不好 所以说 佛用各种的方法 不重复地承赞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 我们在这里 要非要选出高地来 你说你这不搞斗争 我们不应该这么思维 应该有正确的思维 这样的话 也就是我们僧团 所强调的 五种平等 你称赞别人 别人就称赞你 你不称赞别人 别人不称赞你 我们对佛法理 都不平等 怎么能对天下 众生能平等 是不是 这不就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大不理解就可以了 咱们不必在这里 说多 一说多了 就化得容易过分 下一个问题 听话干活 一教奉行是对常住巨师的基本要求 巨师对生殖 一教奉行 有哪些条件 范围 巨师对圣子都一教奉行 世宝会增长 圣子大我饭 怎样避免 世宝需要轮流做圣子 这种问题 这句是这块 就是要求 一教奉行是无条件的 不管对错 你就一教奉行 错不在于你 常住巨师选出一个圣子了 就由他的责任和的责任 他错 错在他 不错在你 你要不一要奉行 就错在你 首先一个巨师 对圣子 如果具有了一个看法 说世宝能够有对错的问题 或是圣子会生起大我慢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 圣子不会胜出我慢 是他自己在处我慢 所以说你也不能会一教奉行 会增加圣子的我慢 一教奉行是什么 就像一个太阳似的 太阳不会给人带来雾云 太阳能会带来雾云吗 它不会带来雾云 反而能会去掉雾云 所以说我们都是以向取向 来解释问题 这样的话就会远离了 远离了这个佛法的圣意 一教奉行就是心平 心平时到 也就是心平天下平 心境天国土境 你只要一教奉行 一切都在你一教奉行中改变 怎么会生起大我慢 它不但不会生起我慢 而会生起畅规心 它会把你看成什么呢 看成未来的佛 菩萨来共进 看着是说你 实际上是教育你 帮助你 所以说这种自荐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说严谨没正当我慢 现在你现在我慢 怕严谨我慢 而回避了圣志的管理 这就不对 我们求都求不得的事情 所以这种说法 不会的 应该改 是把轮流做圣志 这是像孙悟空讲的 孙悟空说的 皇帝是轮流做 今年到老孙 他想做皇帝 他想造反 他就变出一套理论来 所以孙悟空就被亚洲五之三 什么原因 就是他想当皇帝 有野心 有野心才会变成这套客 所以说他需要轮流做圣志 是不是太有野心了 圣志不能轮流 圣志对具有德性的人才能做 不是谁都做 这也不是说做妈妈 或是什么教义 这不是这个事情 佛法 可能这个圣志如果好 可能做一辈子 如果不好 可能一天也不让他做 这是涉及到 常驻的法省会命 不是轮流做的问题 说用轮流做这种世俗的方法 那就破坏了佛法 不过你说的也不是没有根据 我听说有个寺院就轮流做 今天他做圣志 明天去支伴去 等等 他那个圣志 他不是真正的圣志 打手卫生了 他累了 就是今天你打手卫生 就叫圣志 明天你打手卫生 就叫圣志 他是什么呀 那个圣志 和那个 请接控差不多 所以他这个轮流做 我们这个圣志 是管理圣众 必须具有德性的人才能做的 不能轮流做 轮流做 你做的说法 是不合适的 第二 整个圣团的素质重要 还是不断的 各别人的法审会命重要 整个的 圣团的素质 就是 什么叫圣团 就是整个圣团的法审会命 你一个人重要 还是各别人重要 这我们一想象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一个大海重要 还是一个小河流重要 大海要不干 小河就满 要大海干 小河就不存在 就是说 我们要维护 整个圣团的素质 才能成就 每一个人的法审会命 圣团如果要是不存在 各人的法审会命 它已造成破坏 集体就这样 所以说 有的人呢 快过别的强调了 各人的法审会命 什么叫法审会命 就是各人的要求 没达到 可能你比如说 圣团需要一种素质 比如说咱们现在 这两天 给那个信来的 那个T度的沙米 还有那个老沙米 进行军事训练 除外站牌 向右看 向前看 向右转 向左转 转圈 还回着训练这些对象 有的人呢 还需要背功课 但是功课也放下 为什么 整体 这个素质起来 各人素质才会起来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整体之中 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庭 和睦了 个人才和睦 如果你个人 只管个人和睦 大家不和睦 大家庭是由个别人组成的 大家要不和睦 你个人不可能和睦 所谓的和睦 那也是假的 那也是假的 所以说 这个生团的素质很重要 生团的素质重要 就是 目的重要在哪 就是成就 每个人真正的发展 能成就 每个人真正的发展 所以说 这样才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人 光想成就 自己的发展会命 不考虑生团的素质 他本人的发展会命 也是不存在 甚至自破 自离破碎 因为外面就是你 你就是外面 圣团就是你 你也是圣团的一部分 就像一个波浪和个大海的关系 你是个波浪 圣团是个大海 你离开了圣团 还有波浪 就像你离开大海 还有波浪 没有 波浪它生存在大海之中 第三个 从个人修行角度来讲 应完全一较奉行 但确实影响到常驻利益 怎么办 就是说 常驻利益 就是我们的修行的角度 常驻利益 就是我们的修行 因为常驻就是我们的一体 就是说 我的修行和常驻相违背的时候 我们应依靠常驻 要移教常驻 成全常驻 一人为大家 大家必言为一人 这个道理 我以前反复讲过 比如说大善 有一个人讲 喊了一场 就喊一个口号 我要为大家 作为的善会反应 说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作为都会反应 都为了你 如果一个人说 我自管我自己修行 我才不管你 作为大善会怎么反应 就是说 我才修行自己 我才不管你 他都会那么喊 最后 你就成了顾价寡人了 你这个顾价管 不是完整的 什么是完整 整个圣团 就是你的一部分 因为往往 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法神 佛讲 你的信 外博仪 善合大地 日月星辰 都是你心中之物 何况圣团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互料这个问题 为什么佛将我们行菩萨道 要广度众生 来成就我们真正的法神 就是你不知道 你自己 所谓你 印甲为我 你这个我是个小 我是一个点 或是一个虚枉 你不知道整个法界都是你 信外无众生 你要不度众生 不行菩萨 怎么能称佛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应该完全的 要一交奉行 所以常住的利益为第一 所以说 在各样角度 应该牺牲 各样来成就常住 是 有时候这个感觉上 第一个问题 这个我可能 我今天没修行 没打坐 我为常住干活的 是这个表面上 你牺牲了你的利益 暂时的牺牲 会换到什么呢 全体常住 对你的加持 这个加持 这个常住 是什么是常住呢 不是我们这些人 是常住 天下所有的圣人 都是常住 你为了一个圣团 去付出的时候 整个天下的圣人 都要为你付出 来成全你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我做着 能讲 我来讲 尽为我为了常住 为了圣人来讲 所以说 他必然 要我 最起码 要讲一点 要能讲一点 谁给我 就是常住给我 不是我有这种力量 如果我想自私 我想自个修行 你一句话都会讲不出去 一讲就错了 我这个我甚有体会 绝不是一种自我的谦虚 所谓的心在所天才 什么是天才 就是你把常住 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的人 那就是天才 也就是智慧 有机体利益的人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佛的种子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常住利益大一切 常住利益大一切的时候 你的利益自在其中了 有些人就是恐惧性 万一为常住服务 我甚至服务十年八年 我将来我能成就吗 你想一想 因果不昧 当你为别人的时候 别人能不为你吗 咱就说 密宗的综科法大使 听见讲经讲法 很难去闭关去修行 一天最多的讲到27做法 一个小时一换 二期做 你想一想 不断地讲 成天都把心血 都浪贩着上 都为度众生上 最后结果是什么样的 在中阴神成佛 为什么他在中阴神能成佛 就是他为了众生 所以说 必然要成就 所以我们大家 一定要清醒 印识到自己的法身 说千万不干 那些东西 吃鬼上当的事 我们要做就做大力 要做大力 想常住的活 是静静的 还是执着 这个想常住的活 还是有执着的 常住活该不该想 该想 但是该放下的是 唯一得放下 我们凡夫 有很多的就是 一旦常住有活 就放不下了 左想右想 自己不知道静静去 这个是我们的毛病 有时候 这个问题也得克服 你比如青州市就比较好 你看他想干活 说何印证 常住活 这么安排 这么安排 想了很多主意 你等到 事完了 或者没完的时候 不该想的时候 他想没那事 连想都不想 就放一个耳朵 盖睡觉盖睡觉 别人都睡不着 他都能睡着 这就是盖放也得放也 他就是很好一个例子 这是那条 上殿为什么昏沉 应该怎么对峙 打坐昏沉怎么对峙 这刚才已经讲完了 为什么有云不愿上殿 或送戒 要佛 为什么不愿上殿 他就是对上殿 没有印识到 他不知道上殿 最效益 你比如说 一个人刚才讲了 混沉 混沉呢 你甚至困得不得了 如果你上完殿了 这脑子马上就非常清醒 你比如说 有的胃很难受 上完殿了 胃也舒服了 有的人是要感冒了 上完殿以后 他不感冒了 所以重瘾熏 就有力量 所以上殿呢 会去掉很多的毛病 很多毛病 送戒更是这样 有人不愿送戒 为什么呢 他恐惧戒 一旦送戒的时候 就害怕自己 有很多做不到的 怕自己亡语 又怕对着自己 所以他不愿送戒 但是他不愿送戒 是恐惧 恐惧不是办法 只有不断的送戒 改变自己的矛盾 矛盾 最后才能会 戒律清净 戒律清净的时候 那可愿送戒了 为什么呢 刚好别人 我可清净了 要佛也是这样 如果你要知道 生死无常 他就会要佛了 说你要一圈佛 无常就远离你一步 要是这样的话 他就马上就 叫他休息 他都不爱休息 他怕无常找他 是吧 主要是对问题不认识 那是第十二个 上面有句 请恩使常住于世 这个常住 什么能常住 这个就是戒律能常住 都是一代在心心相传 所以说这个常住不常住 不是哪个人神 他能常住 主要是戒律 只要大家能够赐戒 佛法就会注释 这就够了 第二个 请恩使再度开始 四十二章经 这个四十二章经 也别人劝我 再去把第三 投三卷给补上 我发现一个规律 当我因为最好的时候 你再怎么讲 最后也会被破坏掉 头两天 我还跟秦宫师说 我们大伙开玩笑 就讲到这个 也讲到四十二章经 其中有一回跟别人 跟那个萨米凯士 讲了一些 讲到这几年 这个凯士讲的 自己比较满意 我就找秦宫师 我说你赶紧给他 扶持下来 别时间长了 再坏了 再干嘛丢了 秦宫也很心急 赶紧扶持人 拿回去交给秦十四 说你赶紧扶持 秦十四马上就扶持 扶持完了一听 没有 咱们一看 撞错唱 把那个圆门唱 撞着扶持唱 全给洗没了 最后就伸个尾巴 尾巴啥也没有 通过四十二章经 就是秦三章 我讲的最满意的时候 一点没有录音 谁也不想起录音 谁想不起录音 不是他们不录音 是想不起来 这有个因缘 当你把心射住的时候 或是干嘛 一切都不动 一切都不动 是不是这个音缘 我不太清楚 所以说这个前三章 又想讲又不想讲 他以后考虑好再说 因为你要想 很好的讲 有可能又得破坏掉 这是个音缘 第三个 梁菜才都发现了很多虫子 有人因此烦恼 而因何以心态对待 刚才我都讲 当着父母 父母越多越好 是吧 你以为逛梯路就好了 多圣银就好了 那虫子越多也越好 那大价庭才业脑 所以说有时候 你为什么 有时候 我们有此有何 那不就是爱护虫子来的吗 有时候为什么 我们的疾病很快就好了 不就是方生来的吗 这都是这些因缘 有时候我们只是观察不到而已 第四 如何保持长远心 保持长远心 我刚才讲了 只有戒律情境下 才能保持长远心 也是真正的 发出长远心 才能长远 这个问题 以义饭口意 在说话时 总喜欢刺上兵 没有耐心 这个义饭口意 有两种毛病 一个是满足心理的需要 把别人说得很痛苦 很烦恼 自己反而生气 换息些 这有一种 故意的心扉 虽然他 名字这个人 并没有那些事情 但是为了 就是诚意识自快 故意说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呢 应该改 因为口业犯罪 它是有因果的 另外呢 我们都是 都是兄弟 姐妹 亲人 你刺上谁 都等于 都等于 伤害自己家里 另外每个人 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你用左手 上右手 疼 最后疼的结果 都会疼在自己身上 硬果也会在自己身上 所以说 不应该放口液 所以说 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说话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呢 要提前把话想好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这些语言怎么说 要提前 要写出来 要背下来 再去说话 有的人呢 这个习惯 张口啊 他就那话 就不好听 不好听 不是做作 就是挑刺 就是语言 没有得体 你看有很多 有文化的人呢 他说话 他不上语 就是满心不高兴 他也不上语 他顶大了不起 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 他就这么玩事 他也不会过多的 这是因为文化有素质 所以我们也不行 我们有时候 这个素质地 敢作敢为 记忆啊 什么话都说 甚至都敢骂赢 所以说这个不行 这个口译 一定要把话语言 该说什么话 在什么情况 说什么话 要变出来 自己变出来 几句话 这样的话 我们在用话的时候 就会用得很得体 很得当 是不是故意做作呢 是不是不执行呢 不是 因为得体的话 反而把我们的信念 能射住 别人听了也束缚 而且我们自己 也少七心中念 这是很正确的 所以现在我也讲 讲什么语言美 是吧 国家也提的是语言美 而且现在各个工作单位 我看都写个小牌 就是对人怎么说话 都列出一条一条 我看这个方法挺好 咱们也应该列 他怎么问话 你怎么说 这样很快就和和了 将来就可以搞个表演 说一说 有人出来表演 你俩走在一起 对话见面怎么说 他碰你怎么说 别不好意思 应该养成一个 语言美的一个圣团 咱的圣团有时候 去世上瘾 你见那 你干啥呀 这次话就来了 你找谁呀 都是这些 请啊 您啊 这都没有 都是地方放言 你出去吧 你别在这里 我们这里不放心 你一说都给人家 很上瘾很上瘾 实际上不放心 那事儿是有 但你个心里存着 你别说出来 全告诉人家 人家说 我到那去烧个厢 他帮我看他借鸡敌 这还说秀性 这什么秀性 所以这个语言美 很有用处 有一回在大卫士 有一个正好 往那个客堂里走 有个人呢 是个 是个信佛也好 是来干什么事 看着我 他也不愿意说 反正他就说 大声说 师父你赶紧把那个 那个记载出 那个女儿换掉 你看他的 像打一颗 要打一颗 那个太凶了 简直太不像话 你赶紧给他换掉 这句子我不说 他会想象到 他说话比较冲一点 可能他没满足 这个句子的心愿 这个句 这个外来这个人 可能也是个横 从来没受过这气 所以告 师父你赶紧的换掉 你不换掉不行 这太不像话了 这讲来不完了吗 我说换掉都行 你来啊 他写一写 他乐了 乐了走了 你看 一句语言 我说换掉 你来 你来不来 他不来 因为咋 咋没有人 咋不正面解释 我说换掉他 你来 他一行 这对 是那种事 没有人 他自个乐了 就走了 这问题就解决了 一句横普通的话 就把人的烦恼笑出去了 你如果你要说 你别胡说乱说了 他回去马上就跟你干 你这人 你太不像话 我这么跟你反应问题 你也不谦虚 这不就干起来了 我看 我说换掉他来 你看 语言又美 又给他种下三根了 他也可以出嫁 他回家 老想 是让我去的 这不是 这挺好的事情 一与多得的事情 那干嘛不做呢 就是 第二个问题 打坐是观呼吸 可以吗 如何观才好 这个观呼吸 我有疑问 佛经也说了观呼吸 观呼吸的目的 是控制信念的波动 有人说我们这个信念 在一呼一吸 有多少个起伏 七次八次和几十次的 这个悉尼动念 但是呢 要观呼吸 一呼一除 就变成两次了 变得很少 这七心动念 用这个方法 把疑念射住 这是很好一个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要没有呼吸了 你怎么办 你还把他拿着呼吸 你指导到呼吸里 他也有他的弊病在这块 原先我看了一个老鼠观呼吸 他给我看 他说你看我的呼吸 当时这个呼吸 这个呼出的气啊 就是大白天 呼出的气都是白练 因为白条的呼吸 就像正气似的 那呼挺长挺长 一呼一吸 呼出来是白的 吸引就没了 这确实不是一般的功夫 最后结果他也放下 他也不呼 这个在于自己吧 不能说 反正这个方法不好 但是这个方法 也有他的执着的一方面 主要是射心 不是呼吸能了脱生死 是因为把呼吸灌住了 用呼吸这个两个这个念头 来把自己的心射住 这是观呼吸 所以说我们不管呢 也是这样 我们一静静的一放 心不想就行了 不执着任何物质 而且是观念佛 就枉想起来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枉想没了 就放下 又来了 阿弥陀佛 枉想一来 把佛号就提起来 这么样 这个直接用在意念上去 或是用在耳根上去 因为佛号 枉想一来的就念佛 念佛就用耳朵一听 就是用这个反文的功夫 和观的风格来这么修持 这个我找到比较好 比较好 但是现在不少 就现在弘良 这个户系法门 原性从来没有 很少 就是老河曾经是这么 提醒老河这么过 以后才没听清楚 突然这一下 全都爆发起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要谨慎 我只能给你提供这么看 如何经刑 我那经刑上写的很详细 这个问题呢 最近要做出一个经刑的一片 要印经刑书 这个书 究竟什么书出来不到 不过是最近是 说已经发现要印嘛 发现印 说给了马是什么 还没到手 完了将来还要有 还有一个经刑的 这个讲法 一个代 这是一个 如何经刑 那里讲得很详细 大伙慢慢看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 抛针引玉的作用 真正的欲 还得你们去执行 我是只不过是 初步走了一下 给大家做个介绍 第一个问题 请问早上可不可以吃小食 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 这是不允许 早食啊 我们是日中一食 日中一食也包括故不食 它俩是一条街 并不是两条街 说有一个过午不食 还有一个日中一食街 实际这两条街是跪那一起 就是你日中一食也不允许过午 只是这个意思 这个小食 是指什么食说呢 是指这个我们啊 在这个中午过载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小食吃进去 不是早上再吃小食 那不等于吃零嘴 就是说 硬核的食物 吃进去 它都会齐心中间 你看看戒律上 有那么一条规定 就是我们吃完饭 就是隐庆这一响的时候 这个食物就得停 嘴里口腔有食物了 就得马上咽下去 不允许再吃 坐面就不允许再吃 等到这个念完哉以后 口腔的东西 不允许再往下压 自己允许喉咙 过了喉咙的食物可以咽 没过喉咙都不允许往下压 包括牙缝的东西 都不允许吞咽 何况你早上还允许吃小食 可能连我们节哉的时候 连午都不过 那都不允许再咽下去了 戒律是很清明的 所以说 这个是不允许的 有的说 别的食物可能能吃 那是他的问题 因为他不想去成佛 或是他想晚成佛 他想升天 上天以后万代成佛 那严谨有这个愿望 那你愿去就去吧 是不是 所以说佛子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说有的 把小食就挪到早上来吃 佛不讲了 早上是这个天食 中午才是佛食 所以说佛讲的这么明白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 我们要升天 那你就去做 在咱们道场上绝对不允许 包括喝茶水 都不允许 昨天有个句子 还供两茶 完了 既来出告呢 说你拿回去吧 他说鸡去的喝 银刀去的也不喝 所以说这些动向 你不用实际上对你身体非常好 而且不是说小食就不是食物 小食它也是食物 它也会增加你的欲望 有时候小食比正食还好吃 特别现在的小食 你看又葛汤又香 多好 你要圣食全葛那大陆都爱吃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探欲 不能利用佛教的一些 戒律上的一些语言 为自己遭放便 因为生死的事情 自个修 自个德 自个了 你和谁都没关系 所以说你不是给别人修 二 怎样吃戒才能 吃片 不能吃片 这我拉个字 刚才说小食是不是到场的年龄小的 你比如说咱寺院有个规定 因为这个儿童期间 在四八岁以下 身体不太好的 这个允许早上喝一点西粥 喝点西粥 不是吃小食 是喝一点药粥 喝一点药粥 因为是为了这个生长需要 等等 再一个就是过了六十岁 身体不好的 可以给方便 这个呢 不光咱这样 就万物城也是这么做的 对这个年龄大的 给予一方面 当然了 有的年龄大 他也不这么吃 也不吃 那是更好 只要是 吃这个食物啊 饮食是为了治病 绝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个问题 怎样刺戒才不能刺骗 刺戒啊 就是说 就应该像什么呢 应该以生命来刺戒 要严谨 盖不做的 绝不做 用这个戏 为什么说 刺戒由 这个 开车吃饭 那似乎你不否定开了 不是 只有刺戒的瘾 才有开 不刺戒的瘾 它不存在开的问题 它本来就在犯之中 它哪来开不开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 只有言之戒律 不犯的瘾 才有开 这怎么开 这个在救人的时候 可以看 在救人的时候可以看 所以说刺戒 一定要严谨 这个咱们的 一致要求的一种精神 所以说 把戒律看从 天下地义重要 比生命还重要 这才能不能骗 如果你不把戒律看成 生命一样重要 这本身就是骗 因为你的 在戒律 在你的心里的分量 还不如你生命重要 你不可能不骗 谁也你没犯也骗 你犯了更骗 所以说 佛法的开源 都在于 言之戒律 才有方面 什么是方面 是善方面 不是恶方面 什么是善方面 是护士戒律的方面 护士戒律的方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特别看看那些 诸子大德 咱主要看个菩萨吧 你像那菩萨行为 你光看诸子大德 也有他的 做不到的地方 主要看个 过去的佛菩萨 你看你那佛 为了刺戒 不杀生 那兔子 自动地滚到这个火里 把自己烤熟了 来喂这个 尼勒佛 让他继续修道 尼勒为了不杀生 硬可饿死 也不吃 众生幼 就死了 他也不吃 硬可饿死 他不说活的不杀 就连死的烤熟 自己烤熟 他也不吃 最后结果 尼勒就成了 当来下生佛 一生补促 为什么能到一生补促 既因为他延迟戒律 才这样 这就是最大的方面 我们一切方面 都是为了成佛方面 三 如果似乎不在家 饮食比较好 我们以畅规型 会那样 舍那样的食物 应不应该 这个不应该 似乎在 饮食不好 这也正常 事物不在 也是好 也比较正常 这个不奇怪 有一回 有几回了 我出门 回头告诉我 师傅你不在家 今天又抱抱了 今天又吃好东 你又没赶上 这个事吧 这很正常 很正常 这个在不在 都一样 好坏不分别 所以说这个 不应该 似乎不在 饮食比较好了 我们就不应该吃 那似乎不在 我们都吃坏的 那也不对 都等着似乎 回来吃好的 就是也不行 就是应该吃什么 就吃什么 不要分别 什么叫似乎不在 似乎永远在 说是 永远在 不要老想似乎不在 那还好 所以说这个饮食 也不要折 该吃到哪 吃到哪 别怕起贪心 别怕起贪心 因为只要你吃第一次 你回避问题 不是问题 你敢面对 不断地面对 而且不起贪心 这才修行 就是见相废相 集见如来 也就是应无所住 圣其心 应无所住 你没有这个物质 你怎么弄应无所住 是不是 不能凭空 应无所住 就是见到好的 你不提贪心 那就应无所住 那你说 见到好 我就舍了 这样的话 也不正确 也是有所住 也是有所住 第四个 如果心上起恶念 自己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办 所以说 每一天晚上要忏悔 天天早 你不忏悔 怎么知道 你喜恶念呢 恐怕一天不知道 两天也不知道 很长时间就忘掉 说每一天要写忏悔 这样的话 时时提高自己 第一次总是烂发脾气 这是应该怎样 把它消灭 就是老害发脾气 送送第一张警 一看个地狱苦 他就不敢发 有的人呢 就是 就是不怕 谁我也不怕 我嚼着我的脾气 就应该发 天老大 地老二 但一看地狱 他就害怕 有时候送送这个 地张警 他还真能把脾气 改不少 为什么我对佛教 总兴不起细心 我总爱调别的毛病 这个细心呢 不是冲动 不是冲动 就是细心 实际上对自己要鼓励 因为你有的 应该有自卑感 老索自己没细心 实际上 他的细心很坚强 只不过他对自己 老以仿因的态度来对断 像英国大师说的 自己永远是个凡夫 永远有毛病 他老这么想 最后对自己就失去细心 所以说他对佛教 也信不起细心 只要是你 在常住待一天 能够出家修行也好 或者干嘛 本身就是细心 细心行为就是细心 只不过你自己要克服这个否定的毛病 爱跳别人毛病 这个就是错误 应该是爱跳的毛病转过来 爱跳自己毛病才对 就是写忏悔 这样慢慢就消灭掉 为什么我对弟子中游 有种感觉说不出来 好像所有的事情 我都做过 这种感觉 让弟子烦恼苦恼 烦心苦恼 希望法师给予解答 是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做过 佛也讲过 我们无死结 做过多少事情 无量无便 包括杀神罪 提杀罪 什么罪都做过 所以说这个不奇怪 但是过去信不可得 过去信不可得 做过了 我们放下 今生不做就行了 那今生我们既然能处假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善根 做过的同时 我们又增加了善根 所以说不能考虑过去的事情 只能考虑我们今天 怎么样努力的问题 这才行 不能劳追求过去 劳追求过去 就会烦心苦恼 所以说过去永远就要过去 放下 不管它 不管它煞瘾放火 等等 我一概不管 甚至有多少阴命我也不管 我就管我现在 我怎么 目前我掌握自己 我怎么好好修行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放下 过载起贪心 是立即不斥呢 还是忏悔以后不斥 这个贪心过大了 先放下 比如说 一看这个 这满的好 哎呀 这太好 今天又发那个叫 叫什么 叫什么 芋头 芋头 那个芋头 叫什么芋头 芋头有个名啊 据说那个芋头 那个 哪个皇帝想吃 说那个刘斩相啊 弄个假的 糊润吃的 吃的很苦 我想我们今天都能吃到 比皇帝都强 所以说呢 像这种东西来了以后 如果起贪心 也要放一放 放个鸡苗种 把心定住 不习惯 不习贪心 不习贪心 回来马上再吃 这就可以了 要想一切 一切念头不起 它不可能的 你不起 它脑子 自个儿就往外蹦 主要是对食物什么的 就是说 在分食物 你不要丑 食物来的时候 你喝澡 就是念供养 不要丑食物 你别人 人家断的盆来了 你的眼睛 顺着食物就走了 原来放这块 这什么种 就丑一会儿 就不放那个芋头 就放馒头 你都会起贪心 就弄点菜 你过来 哎呀 这个菜什么味道 是不是咸的辣的 一会儿就浸鼻子了 实际上那个菜呀 没有味儿 为什么浸鼻子 是你的妄想胜出来 你要不丑 那味儿根本就没有 你要闭眼睛来念 那食物都打满了 你都不知道 哎 说你怎么没闻到味儿呢 什么原因 就是你没分别说 它没有味儿 你一分别 马上就味儿胜过 分别不在菜有味儿 也不在空中有味儿 是你的鼻子 因为分别性 而生起的味儿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观点 就怎样见过道性和细性 就是把戒律要清静 另外对自己要鼓舞 有的人呢 都需要鼓舞 每个人都对自己都要鼓舞 要鼓舞 要鼓励自己 在这个漫长的道路上 很枯燥 很无聊 没有义 这都是我们修道 必然要过的过程 修道 因为我们和外面断绝了联系 而且不再叛缘 必然要产生枯燥 在修道中 我们本来就去掉 一切有意识的东西 必然要产生没意识的 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这都很正常的 没有意义 正是我们追求的 了意了意 把所有意识都了了 那才是真正的意义 在真正的意识 没有升起来之前 也就是伐水 没有真正的来的之前 我们必然又经过一个 枯燥 没有意识的过程 这很正常 所以我们要有 认识到它是个过程 我们知道 后面有 很好的前途 和无限的前景 所以我们这 对它就会生起来 这个细心和道性 想简故 就多看戒律 心境 多禅定 都会有这个道性 对师父起疑惑 心整霸 所以说 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人 就是爱生 是毛病 我们对一个普通人 都不应该起疑惑 何况对师父 对道友之间 都不应该起疑惑 我们没说 因为小孩 你都不应该怀疑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因缘 每个人的说话 都是自己的业力一部分 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 你怀疑谁 为什么起怀疑 就是我们老创造怀疑的环境 我们又参与了怀疑 就像自个儿去演戏 自个儿看 自个儿流泪 最后养成一个习惯 演戏的习惯 这是我们养成一种毛病 所以说 应该放下 所以说一教奉行 就是告诉你 去掉你的疑心 这里可不是说 大一大物小一小物 你对师父 越怀疑越能误 不是这个意思 越起疑心 就反而造成一种刺液 对你的善知 你都产生了怀疑 你怎么能成佛 为什么 什么是你善知 似乎就是你那个善性 似乎就是善性 外面是个表象 是个使物 实际上就是你内心的善业的一部分 所以说 因缘来具 因为你有了善业 才有这样的使物 你没有这个善业 不会有这个使物 你不能自己把你自己的 长城给毁掉 你不能把你的善业给毁掉 你不是毁掉使物 你是毁掉你自己 所以说 疑心是最 求道最大的毛病 刚才我已经讲了 一个傻子 求道心切 连你不起疑心 反而升天 你财主 起疑心 还要做 最后被帅子 你想 你被帅子 还想升天 没有一个想被帅子 所以你这个疑心 要克服 第十一个 如果有人老磨我 怎么办 这个老磨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明白了 是这个人 就是老缠着你 老说成道事 可能有一种情感在这里 可能喜欢情感 这个要克服 我们对谁也没有情 没有情 就对大家有情 对一个人有情 就对大家无情 所以说 我们只要慈悲 像这个 你不理他就行了 如果你能把脸放下 他就不会磨 另外你也不要去创造 被别人磨的意愿 因为别人不理你 你去逗人家 完了找人谈话 你要跟你 闹鸡鸡鸡 你别烦我了 这也不合适 所以自个要 克服自己的毛病 这样就好了 十二 如果自己 说话 表示出来 别人理解错了 算不算打亡语 就是我们说话 别人理解错了 这个不算打亡语 因为你没说错 你没有想王语的心 不算打亡语 但是为什么 别人理解错了 我们表示 不准确 我们是有责任的 你心里想了一回事 含糊糊的 就跟你说了 最后造成一个误解 还是我们有过手 有过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